娱乐圈的贤猪手让人防不胜防 下面九位女星就深受其害 和她们的反应却大不相同 有人直接山耳光还击 有十多年后说出被猥亵的经历 一位 朱瑞被同剧组男演员猥亵 朱瑞这个名字 很多观众可能会很陌生 但你一定看过单演的电视剧 比如《一扑二主》中的拜金女莉莉 产科医生中优越感十足的琳娜医生 还有《辣妈正传》中的时尚辣妈朱丽叶等 朱瑞被猥亵 是在她大学毕业没多久 当时她在一个剧组演了个小角色 在换好服装准备拍摄期间 一个男演员突然捏了她的屁股 还对她笑了一下 朱瑞在文中用龌龊不堪 恶心这样的词语 形容那个笑容 身为局外人的我们 光是想象就觉得可怕 更不用说她一个刚出社会的小姑娘了 朱瑞当时也是委屈的不敢吭声 浑身发抖 结果一道正义的光向她照射过来 另一位女演员了解情况后 直接对那名猥亵男 破口大骂 而这位帮助过她的女演员 也成为了朱瑞最敬重的人 她并没有透露这两位男女演员的名字 但神通广大的网友 根据时间线索推算出 这个女演员应该是海青 而那个猥琐男 极有可能是黄海波 朱瑞曾在他俩主演的 《媳妇的美好时代》中 演过一个叫做潘凤凰的笑角色 时隔十多年 朱瑞再次讲起这件事 只是想提醒广大女同胞 对性骚扰说不 娱乐圈显为人知的贤猪手 做几位女性真可怜 第二位 魏大勋向李庆真显出手 魏大勋和李庆曾参加过一档真人秀恋宗 其中一个环节设定 是男方教女方游泳 于是李庆当天就穿了一套黄色的笔记泳衣 为了防止走光 外面还套了个防晒衫 俩人刚一见面 魏大勋就表现了一场激动 还询问 你不会就这样下水吧 他还直接掀裙子撩李庆的衣服 说着衣服是脸着的吗 李庆赶忙躲闪 表现得很抗拒 两个人坐下后 魏大勋没礼貌的在对方身上来回票 李庆感到有些不自在 用手护着胸口 不仅如此 下水后两人也有很多亲密别处 游泳学没学会不知道 但魏大勋开心肯定是真的 他还在之后的表示 这种似看见非看见的最性感 第三位 杨幂没逃过显出手 杨幂作为娱乐圈的一线大咖 他也没能逃过男星的显出手 在小时代的发布会上 郭敬明就当众将手放在杨幂的胸部 还明目张胆地听着看 杨幂也只能尴尬又不失礼门的微笑着 这也并不是第一次了 郭敬明还曾在公众场合 将手放在杨幂的腿上 杨幂作为受害者 也遭受过黄轩的显出手 两个人是在拍戏片场 黄轩害怕走光 将杨幂的裙子向下扯了扯 结果顺时摸泪把 吓得杨幂瞬间弹开 等到真正背上之后 黄轩直接明目张胆地 捕摸他的大腿位置 场面看起来十分不雅 娱乐圈的显出手让人防不胜防 第四位 于恩泰对女演员做不雅动作 遭抨击 《武林外传》中的吕秀才 知书达里 温文尔雅 可他的扮演者 于恩泰在现实生活中 却是另一副模样 在电影《李可乐询任记》的发布会上 于恩泰做出了一系列 不尊重女性的动作 本来为了宣传电影 男女演员只是简单互动 结果越来越不对劲 于恩泰直接抱着女演员王兰飞 头贴在对方搏颈部 从照片中不能看出她很抗拒 但接下来还有更让人吓头的 于恩泰跪在地上 搂着王兰飞的腰部 做着不可描述的动作 女方一脸尴尬 浑身不自在 男方看似很享受 事后网友纷纷指责 表示没想到她是这种人 吕秀才的滤镜碎了 因为舆论压力太大 导演周伟发文为于恩泰澄清 可王兰飞却呼吁女性 拒绝直上心骚扰 并没有为她辩解 不仅是这一次 在综艺节目上 因此而一向以贫气火爆出名 她直接怼到 这里不是叶总会 于恩泰克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博士 还拿到过 纽津大学的全俄奖学金进修 她能在公共场合如此不尊重女星 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也充分证明 有学历不代表有人品和义德